大家好 中国的军力强不强呢 我相信各有各的说法 那么如果按照金三荣的说法 这个解放军的战力啊 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就是现在五毛粉红呢 也认为中国的这个战斗力啊 也应该是世界第一 最起码呢 和美国差不多 这就是目前国内五毛粉红的看法 那么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也分成了两派人 有一派人认为呢 中国确实很强大 他的这个军事实力啊 也非常大 另外还有一派人呢 认为这个不以为然 觉得中国的很多科技啊 都是没有根基的 缺少原创能力 什么东西都靠剽窃 所以呢 他这个战斗力啊 有夸大的成分 这两种说法呢 现在是并存的 因为他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所以也没办法去说这个事 对不对 就跟人们以前都认为 俄罗斯是世界军事第二强国一样 结果跟乌克兰一打呢 人们就发现 他的军事力量呢 就相当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那么现在的中共呢 没有一场战争来检验他 况且呢 他又批了一个全球GDP第二大的 这样一个光环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这个军事力量啊 一定很强大 这个我觉得呢 也是正常的吧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下德国媒体的报道啊 德国的媒体呢 都比较快 我有时候感觉啊 他们就跟中共的单外宣差不多 报道的很多东西呢 都是舔共吹捧中共的 包括我对以前那个德国总理默克尔 我也不太感兴趣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共产余孽 那么最近有德国官员呢 私下向媒体表示啊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呢 德国除了象征性的制裁之外呢 德国不可能采取强硬的态度 这就是人家提前已经放风了 就是一旦中共武力犯谈呢 那么他们也是做表面文章 就跟现在他们支持乌克兰一样 嘴巴上呢 也是叫喊的要支持乌克兰 实际底下还在偷偷买俄罗斯的能源 这就是德国现在的这种做派 那么现在这个德文媒体啊 都是在吹捧中共的军力 那么现在呢 德国最大的一个报纸啊 那我就不点明说了 他们就登了一篇文章 说是中国的海军力量呀 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们今天呢 先把这个文章先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评论啊 他这个媒体报道说呢 中国的海军拥有的舰艇总量 已经超过了美国 美国虽然在航母方面 忍占据优势 但这些航母却要分别在太平洋 和大西洋执行任务 中美海军力量的对比 是很无疑对美国和台湾构成了挑战 他首先就是中国的这个舰艇数量呢 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 虽然中国只有三艘航母 但是他面对的呢 只是他周边这块地方 你美国虽然有11艘航母 但是你是分布在全球 他从这一点来比较呢 就是在这个局部的地方呢 中共的海军力量呢 还是超过这个美国的 然后这个德国媒体呢 又发表了长篇文章 介绍了近年来 中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发展 这篇题为 中国海军正在占据上风的文章写道 早在两年前 中国海军舰支数量 已经同美国持平 而今年7月 随着第一艘中国自主研发的 福建号航母下水 中国已经拥有三艘航空母舰 文章写道呢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当前却面临着 诸多问题 兵源短缺 舰队老化 以及过于频繁的巡航行动 早已制定的舰队扩展计划 也迟迟得不到落实 除此之外 美国海军也缺乏相应的 后勤补给设施 凡此种种 都对中国海军极为有利 中国拥有一系列造船厂 建造驱逐舰 护卫舰 登陆舰和潜艇的速度呢 有时会比美国快一倍 中国海军现役舰艇的数量 如此之高 使其早已具备了在九州 冲绳 台湾 中国南海 构成的第一岛链内 实施防御的能力 并已开始将实力范围 扩展至北海道 关岛和菲律宾 组成的第二岛链 中国海军执行任务的范围 也将逐渐扩展至太平洋中央地带 今天中国海军舰值就已经 频繁出现在阿曼湾 欧洲和大西洋海域 中国海军的这一发展态势 当然会对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 产生影响 中国海军不仅已具备远航能力 更拥有DF-21D和DF-26B弹道反舰制导导弹 这个DF就是东风系列吧 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显然构成了威胁 对美国海军而言 他们在一些海域不容置疑的主导权已经不服存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海军会按照中方的意愿 主动避开上诉海域 但是美军在南中国海 或台湾海峡附近执行任务时 已变得格外小心谨慎 在同中国的争执中 美国不得不更加注重多兵种协作 以及同盟国的合作 那么这一段呢 他就介绍了啊 通过这么多年中共海军的发展呢 现在中国海军的势力呢 已经能达到第二岛链了 而且呢 还经常在全球各地呀 有活动 就说现在中国海军的影响力 那么确实是比几十年前大了很多 那么他真正的战斗力有多少呢 这个地方呢 德国媒体把他吹得很厉害 说呀 虽然中国的航母少 但是呢 中国拥有像东风系列这样的导弹 就是航母杀手 那么这样子比较来看呢 跟美国打的时候呀 是不会逊色的 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啊 文章写道 中国对台湾展开的文攻武吓 正在不断升级 危机一驻即发 而台湾国防能力不足 也同西方各国长期坚守 一个中国原则不无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 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 将会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损失也将非常惨重 毕竟不确定因素过多 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谋们想必也已经意识到 被战领土上的抵抗意志是不容低估的 一旦中国围堵或占领台湾 印太地区的全球贸易也将受到长远的影响 而随之而来的制裁措施 更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极为严重的冲击 毕竟可以预见的是 这种制裁的力度会远超清乌战争发生后 对俄罗斯的制裁有鉴于此 各方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极力避免这场看似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 那么他这段呢 又介绍了一下这个台海的局势 那么他认为呢 中国如果武力犯台呀 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那么这点呢 我想是肯定的 最后呢 德国的另一家媒体报道称呢 美国智库战略与中国研究中心 CSIS进行的中国发动攻台行动的模型推演显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和台湾最终将获得胜利 但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德国经济也会因此受到严重冲击 文章写道呢 相较与西方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中国同西方的相互依赖度要高得多 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只有3% 而且除了能源出口之外 俄罗斯对全球生产链的贡献也非常有限 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则大约为19% 而且融入程度非常之高 对德国的汽车工业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电动车技术和电池技术方面至关重要的伙伴 德国汽车销售额的40%来自中国市场 此外很多药物的基本成分也依赖于从中国的进口 而对台湾的依赖程度则更高 因为台湾是芯片技术的全球霸主 现代化芯片的80%是台湾生产的 一旦来自台湾的供货中断 后果极其严重 前不久有外交事务专家就曾发出警告说 一旦同中国陷入经济战争 德国将丧失运作能力 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冒险 引发广泛的国际制裁 毕竟中国面向出口的国民经济 根本无法承受国际禁运的后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几天来啊 几个德国媒体的报道 那么从这里头我们首先能感觉到啊 这个德国媒体啊 首先是肯定中国的经济能力 因为他说了中国现在占这个全球贸易的19% 这个份额确实也比较大 第二呢 他肯定中共的这个军事力量 说中共的这个海军力量啊 现在已经跟美国呀 可以说旗鼓相当了 就是他最后呢 又说美国那个军旗推演啊 就是美国跟台湾加起来跟中共打呢 也是惨胜 这个是他的几个基础的论调 当然这里头他也提了啊 就是中共呢 也害怕这种制裁 那么德国呢也害怕中美之间发生战争 因为德国的经济呢 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太高了 同时呢 他也看到了 现在全球经济呢 对台湾的这个依赖程度呢 也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在这种高新芯片这一块 所以这个德国媒体的态度啊 是非常奇怪的 让我说你德国要是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你就应该打消中共武力犯差的这种意思 对不对 就应该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嘛 和台湾站在一起嘛 全世界的这个自由民主国家呢 组成一个抗中同盟嘛 这样的话 中共才不敢轻举妄动嘛 但是你看德国这些媒体的报道 他们是不是表现的首属两端呢 对不对 又不想得罪中共 还要用台湾的芯片 还不愿意跟美国走得太近 好像他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样 他就成了这样一种角色了 所以他这个媒体的报道呢 我看了以后呢 心里头是一个别一样的滋味啊 另外我对他起的这个耸人的题目呀 我是不赞同的 说什么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全面超越美国 这个完全是对中共武装力量的一种夸大其词呀 有些人我想他这样说中共是不是捧杀呢 对不对 你把中共的海军力量描写的这么强大 那是不是要让美国再加强美国的海军力量呢 所以他这种报道呢也是有问题的 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说啊 我认为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呀是大打折扣的 因为他说的很多因素里头啊 他都是拿这个数量在讲话 另外呢他是以中共的报道为基础 来衡量解放军的这个战斗力的 这个水分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的所有的估算里头就没有算这个腐败成分 对不对 这个腐败是最能腐蚀战斗力的 那么在现代战争下 这种腐败程度可能就把你的这个国防建设呀 就给你搞垮了 就是豆腐扎工程 这个都是很有可能性的 就跟有一期节目里头我介绍的 这个俄罗斯为什么打不过乌克兰呢 就是他的后勤力量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C根本的问题是 他把他的后勤呢 就没有转变成现代的物流体系 最终的一个东西就是 你连个插车托盘都没有 对不对 虽然你的这个库房里头呢 存了很多苏联时期造的这个武器弹药 但是你不能及时的输出到前线去 因为现在这个战争烈度呀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你可能打一千发炮弹就够了 现在可能你要打五万发炮弹 那你这个物流的供应量 你要加它多少倍呢 想说俄罗斯要想把它变成现代的物流 就要怎么去弄呢 把所有苏联时期库存的武器弹药呀 全部重新打包 按照现在物流标准 打成一堆一堆的 然后都贴上二维码 就放在那前线需要的时候 这边一扫码 插车一插 直接都运输了 就要达到这个标准 但是你想俄罗斯那个腐败程度 是不是把这笔经费全都给摊掉了 或者是指个别的地方呢 做做样子 对不对 所以造成了真正一打仗以后 它就根本物流供应不上嘛 那么实际美国以前啊 也做过这个推演啊 就是说中共呀 最多能打三周 然后它的物流系统就瘫痪了 这个实际美国也是有估算的 但是我认为它这个估算程度呀 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腐败太服侍战斗力了 我曾经给大家还举过一个例子 就说是清军入关的时候 多尔滚只有八万五 然后这个吴三贵有三万五的兵 这两处一家呢 也就是十二万的兵力 但是你想想 关内里斯仍有一百万的兵力 南明还有二百万的兵力 地方武装可能还有成百万的兵力 结果就让别人十二万的兵力 打得个稀里滑了 为什么呢 太腐败了 部队就根本没有战斗力 而且特别这些军官呀 都是掏钱买上去的 都是一帮草包 更是胆小鬼 他哪有作战的勇气呢 对不对 那么现在解放军更是这样的 多少年前都开始买关卖关 首先他的军官体系 就是一个腐败体系嘛 然后这个体系呢 渗透到各个环节 你能保证他造的那些舰船 造的那些坦克飞机 就能合格吗 对不对 就跟中印边境那个冲突一样 你那个汉马车就不防断 印度人那石头都把它砸烂了 对吧 那你现在这个航母呢 你造航母的那些高级干部 不都全部被抓了吗 你能保证这个航母 就不是个豆腐沙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这些评估里头呀 就是少了一个腐败指数 另外自己没有核心技术 全都是仿冒的 这个没有什么核心精灵力 就跟这两天中国发生的 那个事情一样 高铁大面积的停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套系统呢 是剽窃别人国外的技术 那么这块一出现问题 整个系统就瘫痪了 那么我想中国高铁这个问题啊 以后会出的更多的 因为随着这个芯片 对你的禁运呀 这块的技术呢 它更替起来以后会更加的困难 那么我想在军工方面呢 它更是这样的 没有经过实战检验的部队啊 都是吹牛的部队 特别是像中国解放军 你吹了再横的东风导弹 结果呢 打了11枚 5枚还给打到日本海域去了 就这样吹牛呀 说他们是故意打过去吓唬日本的 对不对 那你咋不上美国放两课呢 所以呢 我看到德国媒体的报道呢 我呢也来跟大家这样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们要看到 这两种声音的存在呢 都是合理的 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呢 是完全对中共解放军 这个战斗力的错误的判断 包括上一期节目 我说美国那个兵器推演啊 实际很多观众就说了 美国人在做这些军演的时候呀 都是给这些对方的战力加满 而且把自己设在最不利的情况下 进行了推演 就那还是惨剩 那么实际情况呢 可能中国的战斗力 要打很大的折扣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啊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